欢迎收看八八经营会 我是李星云 我们来关心到 在今天台北股市真是一吐怨气 前几个交易日台北股市 在亚洲股市当中 都是显得相对比较弱势的 但是今天如果台北股市 跟雅虎比一比就可以发现 我们今天表现真的是气势如虹 台北股市其实后来都是 维持在一个百分点以上的涨幅 而目前已经进入了 最后的五盘交易的撮合时间 只不过如果大家把开心图打开看 就可以发现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已经成功收复了五日均线 甚至距离季线的脚步 也是越来越接近了 好 大家都在想了 如果五日线都已经成功收复的话 季线是不是也是可以是收复 是迟早的事情呢 这后续要怎么来进行观察 比较好我们来请教专家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 两位资深分析师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王兴杰 兴杰你好 兴杰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宝 大家好 吴安 第二位则是李舟图固的资深分析师 高志明 志明你好 主任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就已经说了 从整个K线图的角度来看 就发现今天好消息就是 五日线已经是站上了 季线也是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也有一个隐忧在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 把图打开来看 就可以发现 越季线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 很可能在两三天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死亡交叉 好 就从过往经验来看 每次越季线 碰到死亡交叉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下修的压力存在 所以今天虽然整个台北股市上涨 这样后续又要怎么来进行观察呢 信杰 我想谈到整个代股这边 没有错 刚刚其实新云已经把整个 未来的隐忧都已经 帮投资宝点出来了 新云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高竿 在主持人里面 算是我认为少数很高竿的一个 过奖了 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将决 只是我相信 只要是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有持续锁定我们整个 88里洲经营会这个节目 或者说在三立财经 在早盘连线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节目中 很清楚跟投资人谈到 第一个不必怕南北海的一个战争 第二个中国的一个 情流感疫情不用担心 都是一个非经济艺术 都一定会以利空出境做个反应 而且我们在昨天也非常清楚 跟投资人讲 在整个停资券的高峰期解冻之后 短线台股就是怎样 先增量做反弹 反弹目标价 其实今天已经初步已经看到 我肯定跟投资人讲 第一个季线反压大概 指数如预期嘛 挑战季线的反压 季线大概在7850点上下附近 其实我们从这边导播的K线图 就已经很清楚看出来 有没有在7850上面 今天的红棒刚好几乎来到 整个季线这附近 第二个整个空方缺口 之前在这礼拜一是直接带量 跳空开地下来的缺口反压 是在7843到7913 所以刚刚新云也特别的提醒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月线跟季线要出现死亡交叉 那死亡交叉在技术分析里面的 里面叫做一个卖点 所以我们对整个行情的看法 我相信我过去这几天以来 跟投资人讲的都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中断整理的现象 但是中断整理 它并不代表每天都会跌 所以会有跌深的反弹 那反弹的反压 我认为大概就在我这边 跟投资人讲这边 所以换句话说 礼拜一的空方缺口 未来不管有没有来回补 今天有稍微补一点点 我觉得未来这几天 不管有没有完全做回补 我觉得这个盘都还要再做一个整理 整个指数一样没有改变 短期大概就在7600点到7950点 这附近 做个区间震荡 那在整个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第一季财报好的公司 比较有表现空间 然后反而是财报不好的股票 你尽量做避开动作 所以我们发觉这几天 其实我们在过去 其实在整个里洲经营会这边 有带各位投资去参访的 上市贵公司里面3680的加登 之前从60几飙涨到90几块 但是我们在前几天 第一时间通知投资人们说 其实他的财报第一季 可能不如预期 所以你会发觉 股价连续了两天的 跳空跌顶满下来 还有看到今天的大涨 你会发觉 公布第一季营收的 红海 红准 这些平盖股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天 也跟投资人们点到过的 反而股价却是 并没有像大阪今天 做出亮丽的反弹 反而股价还在做破跌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第一季的财报股 不好的 你还是要做避开的动作 而在整个好的标地里面 我们有提到两个族群 其实前几天 我记得中鼎来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员中鼎来的时候 也跟投资人们谈到的 中收股这边 你会发觉 持续的轮动而上 包含在9907的 统一石这档股票 你会发觉 9907的统一石 今天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一直跟投资人们提醒 外资对统一石的持股 比例是创的历史新高 统一石的题材 我想我这边先不浪费 太多时间多讲 包含在保存 这个都验证 今天也是持续的再创 9904的保存 今天也是持续的再创 整个波段新高 6279胡联 可能第一季的EPS 甚至法人界已经传出 可能高达2.1元 税前高达2块钱以上 今天盘中亮灯 涨停板创新高 其实这个在早 今天早盘连线 我们都有特别跟投 提到这些股票 包含在整个市区的光纤这边 整理多时 四季一二洞 三四五里的联军 今天一马当先 再度大涨 创下整个波段新高 短短最近这几天 已经从我想 导播这边的K线读 已经让投资人看得很清楚 短短半个月左右 大阪指数在整理 联军已经从50几 飙涨到70几块 整个波段涨幅 高达将近4成 对不对 4979的华星光 一样今天也会发觉 也是一根中长虹 也是一个整理之后的一个大涨 三二三四的光环 在最近这几天 很清楚看到 回测半年线之后 悄悄的在震荡走高 今天也是一根中长虹 股价创的最近 这一个多月的新高 好 所以说其实 在信节的部分 刚刚帮我们点出了好多档 其实之前就已经 为投资朋友追踪过的 一些个股 而且在今天是强势表态的 而台北股市呢 就在刚刚最后的修盘结果 也已经出来了 我们关心到最后是 大涨超过了白点 上涨了105点 只需收在一整天的最高点 7,857点 而在成交量能部分 也有放出来 最后的量是来到了740亿元 好 来关心到 今天为什么在量能部分 慢慢的放出来 因为有120档的个股 在今天已经是恢复了 融资卷的交易了 再加上刚刚特别提到 中代股表现非常的好 高价股以及全之类股 都是有表现的 所以信节就特别提到 似乎现在这个盘啊 都是反映着基本面的 而且呢 其实在一些族群上 后续只要有展望的 趋势感觉向上的 在今天就是有 比较有表现的空间存在 刚刚那张字卡 其实投资应该也看得很清楚啦 除了整个中代股之外 还有一个族群 就是4G LTE的一些 网通族群了 其实这几年来啊 行动装置的一个渗透率 持续的走高 也是带动数据流量 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现在全世界的电信厂商 也已经是纷纷投入了 网路升级的动作了 今天4G族群 已经强势的大涨 大家都在想的就是 未来后续的趋势又是如何呢 这产业后续 是不是能够再次出现 过去的一个荣景 这时候就要请教一下志明啦 对的确我们观察 最近这个光纤股 好像有出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那主要就是我先前提到 在4月1号 中国这个光纤路铺的 一个强制政策上路之后 会带动整个光纤股的 一个庞大的一个需求 而且我们认为就整个 4G网通股 现在所拥有的一个利多条件 是很有机会复制去年 生计股大涨一整年的一个行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这个激励生计类股 出现标准行情的几个重要利多 首先在政策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总统欧巴马上任之后 就持续推出一个 健保改革的一个政策 那也激励整个美国 医疗生计类股出现一个 大涨的行情 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 涨势停歇的一个迹象 那在国内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 在整个生计育成中心成立 以及生计创投基金成立 也激励整个国内投资人 对于生计类股的一个投资信息 那另外在两岸医疗合作的部分 也开启了整个国内生计类股 可以前进中国这个大市场的一个商机 那当然最近我们有看到一些 相关利多有出来 两岸合作的一个讯息传出 当然对股价来讲 当然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激励效果 当然在这个政府整个积极投入 生计产业之下 他也喊出一个 生计黄金十年的一个口号 那也是增添整个投资市场 对于整个生计类股的一个信心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刚提到 美国的生计 纳斯达克生计指数大涨 从去年大涨 那今年还是持续来持续创下 在NBI的部分 其实现在也维系在高档 是 那在这个美股大涨的带动之下 也让整个国内资金 是有势无恐的持续拉抬 整个相关个股 所以在生计类股市 去年是有上演一个 台股大旌旗的一个戏码 那4G真的有办法 copy这生计的族群的走势吗 它又有什么样力度 对就力度条件来看 我们看到在政策部分 我们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在整个全球网络资讯流量 爆炸的情况之下 这个目前的这个电信网络 都要做一个升级的动作 在有限的部分 就是要从过去的同览 升级到光纤 那在无限的部分 都是从这个3G升级到4G 那另外在整个 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当中 也有提到宽品中国的政策 那我先前有提到 整个工信部预估 是在整个十二五计划期间 对于整个光纤的一个投入金额 是高达一兆的一个人民币金额 这个金额是相当于 这个国内 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商级是非常的庞大 甚至在这个年底 这个台湾 以及中国对于4G 也会做一个四兆的动作 当然会加速整个电信商 对于这个4G基地台一个部件脚步 那我们看到中国移动 它整个在整个4G的一个 部件脚步是较快 有做一个先行卡位的动作 像它今年就是预计在 这个部件量要提高到 二十万座 去年是只有两万座 所以整个部件数量是成长在十倍左右 那预计在这个年底四兆之后 它明后年的基地台部件量 要提高到一百万座 它整个需求数量 是会在成长五倍 所以会带动整个供应链 有非常大的一个庞大需求 那当然在两岸合作部分 我们也看到在二月初的时候 中国移动总裁是有来台湾 参加一个两岸的一个4G合作高峰会 那对于相关产商有做一个交流 那我预计在接下来 整个中国移动的一个标案开标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国内厂商有接到 相关订单的一个利多消息传出 那当然也在整个 网络需求的一个起飞之下 市场也有喊出 网通黄金十年的一个口号 当然也是有对整个类股 有一个激励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美国电信 类股指数在去年十一月以来 已经有大涨了一波 那也是带动去年底整个光纤 市区族群能够出现一个 急涨行情的一个主要 去年十一月开始涨 涨到现在大概涨多少 涨几成了呢 大概涨了四成左右 最近是有在一个震荡整理 那我认为随着第二季 进入一个网通旺季之下 他们电信指数 仍然有在持续上扬的一个机会 当然对于整个类股 当然会有一个正面的激励效果 所以就整个利多条件如此类似之下 我认为在今年4G网通是很有机会 复制整个生技类股大涨 一整年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在智明的部分 就认为说在整个4G的部分 很有可能会copy生技族群 在去年的一个走势了 结果刚刚智明还漏掉了一点 我帮你补充啦 其实在国内的部分 NCC很可能在年底也要试照了 对于网通族群来说 这也是一个大利多 只不过有这么多的利多 大家都知道网通好 但是呢 这上下游的关系 您搞清楚了吗 上游又有哪些指标股呢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带你来讨论 出下的游童话正在飞舞 浪漫的雪花森林 魔幻的童话王国 西湖度假村 要您一起同乐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全新观点不超报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gnum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定巴巴 让您轻松钱滚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华流四月号 焦点明星独家呈现 微生豪的百变人生 唐宇哲的私密生活 超级偶像谢博安 冠军全记录 四月号华流杂志 宪政热销中 7-11独家赠送 谢博安珍藏库卡 88路线禁赞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 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庭居住开盘 上涨88点 最后的消息变述 三立财经台 在88层道 范玉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台铺的起点 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芭芭 每天发发 欢迎回来 我们发现 其实在网通族群的部分 真的是未来非常多的利多来加持 只不过大家真的已经搞清楚 它产业的上下有关系了吗 如果说真的会有利多加持的话 那它的受贿顺序又是如何呢 志明请帮我们解答一下 对的确就整个基础建设的商机来看 最先受贿的当然是基地台 以及光纤这种基础建设 因为如果基础建设都没建置好 其他的建设个人就不用谈了 所以最先受贿的当然就是基地台 以及光纤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中华电信 也或者是中国移动 有在积极做这个光纤 以及4G的一个基地台 一个部件动作 那就整个类鼓的观察重点 在光纤的部分 我先前有提到 第一个就是它整个来自中国的营收部分 毕竟接下来光纤的需求最大的市场 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我们就要看它整个来自中国营收比重 将会影响到它未来的整个营收动能 那第二个观察重点 这是来自于它的一个 GPON产品的一个营收比重 因为这个GPON产品的一个毛利较高 所以如果它的比重较高的话 它整个接下来的获利动能会比较强劲 所以就光纤部分 就是这两个观察重点 那在基地台供应链的部分的观察重点 则是在它的一个产品 是属于利基型产品 因为你如果是属于利基型的话 这个竞争者是较少的 那市场会愿意给予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在整个未来的股价的表现上 就会比较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当然由于整个4G 因为这个穿透力比较差 所以在室内的讯号会较弱 所以未来在整个部件过程当中 就会搭配微型基地台 来做一个交互使用 来扩大它的一个讯号功能 那就这部分的需求 可能是在整个基地台部件 后段时期才会出现 所以最快时间点可能是落在 明年才会见到 对 但是在基地台的部分 今年就已经可以先见得到了吗 基地台的部分 可能要看欧美部分 因为欧美的4G 可能部件比较快 有些的基地台会开始小量出货 但是要等到见到大量出货 可能就要等到明后年 才会有一个大量出货 对 那等到整个基地台部件完成之后 电信商就会开始提供一个4G的服务 那它为了要提高 整个使用者的一个数量 那势必会对4G手机来 进行一个大额的一个补贴 那当然就会带动整个行动中 是包含智慧型手机 平板电脑这部分的一个需求 那这点其实我们从这个 部件脚步较快的美国电信业者 这边就可以看到 像是AT&T最近也只针对 有搭载4G功能的手机 来进行一个补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品牌 这个在美国销售最好的手机 几乎都是有4G功能的手机 那未来整个 这个需求量也可能就是明后年 会陆续见到 那跟市区相关的一个手机零组件 最直接关联就是功率放大器 PA功率放大器 对 它是负责的 他当时点了3105的文帽 255的全新 这些都是PA族群 以前的手机需要用到几颗 未来的优惠需要用到几颗呢 以前大概5颗左右 那因为在4G的部分 是全球的频段不太一样 那你未来手机如果要达到 能够全球漫游的话 那你就要搭载很多颗 那基本上数量 倍数成长 倍数成长 有一个明显的成长表现 但等到整个行动装置 普及之后呢 这个电信上才会开始 对于终端设备 像是无线网卡 分享器 路由器 这类的产品 有一个 采购的一个需求 那这部分 根据业者预估 大概可能是要等到 明年下半年 也或者是后年 才会看到一个 只要大量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这个需求起飞之前 我认为 就整个终端设备族群的操作 可能是以区间操作为主 所以说在整个 受贿的顺序的部分 就成如你刚刚那一张 资卡上面所显示的吗 是不是先从基地台 慢慢的发酵到终端呢 没错 那个股的部分也是如此吗 对 个股 就整个 如果你要有一个 大波段行情的话 当然还是按照 整个受贿的顺序来看 会只要有出现一个 大波段行情 虽然字翼 最近股价是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 但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获利是优于市场预期 而且今年是有机会重回 这个 EPS是有机会重回 4元以外的水准 所以股价是有一个 领先反应 但是因为 对市场对于这个终端设备 愿意给予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落在10倍到11倍 那如果我们以4块来推估 它目前的股价 基本上已经是合理了 所以我不建议 投资人在针对这个类股 在做一个追加动作 反而整个投资焦点 就是要回到基地台 以及光纤供应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光纤族群 是有明显转强的迹象 主要就是因为 它第二季的一个营收动能 会比较明显 因为部分来自中国的订单 有稍微延后 那再加上第二季 本来就是它的传统旺季 所以在整个新旧订单 同时开始溢注之下 整个营收动能 就会明显转强 再加上下半年 还有这个4月1号 中国光纤入户政策 上入之后所引发的一个新的订单需求 所以未来是有机会来逐迹走生的 所以刚刚志明特别提到了 其实在光纤的需求 最近似乎呢 就已经是慢慢的开始显现了 所以是不是个股已经开始领先的表态了呢 就以3450的联军来说好了 今天股价在自创上的破断新高 刚前我们一开始 其实信杰老师就已经是帮我们提到了嘛 那刚刚其实志明是帮我们 就是点出了这个4G LTE的一些 网通组型秀会的顺序 那这在指标股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还是在个股波段的上面又怎么看呢 没有错 我想刚刚整个我们志明跟投资本所谈到 是整个4G网通的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那你说网业的产业发展 跟股价有没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比价关系 我想这个从这个盘面 这个分资料里面很清楚看出来 这一波总的大盘从去年的11月中旬 7050上来 千点的行情里面 你会发觉包含在3491的神达哥 对不对 这一波上来 从整个股价上来 40块涨到58.7元 整个波段涨幅高达47% 对不对 3596的致意 这一波其实在整个获利 超乎四朝预期的情况之下 这一波曾经在前几天也曾经涨到15.9 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整个波段涨幅将近一倍 98% 有次倍数翻升的机会 在3450人均 我们今天在早上有提到这档股票 今天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尤其最近这半个月 大盘指数在整理 它又涨到将近四成 已经涨的波段涨幅高达121% 而且你会发觉这121% 所算的价位 只是算到前几天的68块 并没有算到今天已经70几块了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波段涨幅是根本已经不止127块了 这里面涨最多吧 对 4979的华星光 到目前为止 累计的波段涨幅也高达53% 对不对 以及在3234的光环 这是投信在整个去年底 今年初 开始积极回补的一档股票 这一波的波段涨幅也高达近5成 甚至在整个波洛威 这一波的涨幅高达5成 好那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些股票平均的涨幅 大概都少则在5成上下 多则大概在1倍左右 可是我知道很多投资人 很难闷的地方 也是很多投资人打电话进来 我询问我们的原因在哪边 老师你讲的这些股票 这四季股票大涨 你这么高了 追高会不会有风险 追高 我觉得投资人问题在哪边 我去买的有讯 怎么会不会去 来2332有讯 为什么股价这么弱势 对不对 2332的有讯 这一档股票满导播看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都不会大涨 对不对 3380的明太不是网通吗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不会大涨 其实 这个就 刚刚致命提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不晓得各位投资人 你把它听下去 第一个叫做 4G所占的营收比 4G所占的营收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上中下游 谁先受贿 所以刚刚 致命也跟投资人谈到一个很重要 他是说 其实新委帮投资人问到 在整个维新基地台的建制方面 他可能要在 今年的下半年 甚至真正爆发力是在明年 那今年下半年 或是明年爆发力 才会爆发出来 所以你会发觉 以维新基地台为主是在谁 5388的中类 有没有发觉 在过去前这一波的 整个4G概念股大涨行情里面 他有没有涨 没去 而且在盘跌下来 这个就是原因 所以回过来 我们又说 帮投资人 挖了一档股票 要跟投资人分享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要在这档股票之间 一定要先看联军 如果345年联军 到今天为止 在大涨 波段新高 那你有没有想说 联军是整个光鲜的最上游 联军接了订单之后 他股价大涨之后 他未来的订单要给谁 我觉得这是投资人 你要特别注意的一档 我们的隐藏版的一档 非常好的标的 麻烦请投资人 我看这边的标的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 导播帮我们上一下 导播麻烦一下 在这方面的一个字卡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在想 4GLT的相关概念股这么的多 刚刚其实我们就从这张电视场 也可以看到 其实有一个受贿的顺序 但是现在投资人最大的疑问就是 好多的个股期到现在 都已经是涨多了 那有没有一些个股市 目前还没有涨这么多 后续还有续航力 可以让大家继续再找的呢 尤其是我们来关心到 在350联军的部分 几乎每一天都在创新高 那大家都在想 这时候还要怎么来挑选呢 没关系 杏杰老师帮我们选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谈 联军是经过一个 K线来看就是经过整理之后 有没有一个中断整理之后 在最近拉上去创整个波段新高 那我们刚刚讲 联军是属于整个光纤的最上游 那这一档股票 它是光纤金利这边的 模组的一个制造商 它这一档股票就是 它主要是接联军的单子 那如果联军做得好 我是属于联军的下游 那是未来换成它有机会 所以你会发觉 它股价最近是在经过一个 也是在做一个中断整理 那这档股票三月营收 月整率已经25%已经出来 其实第一季的财报已经呼之欲出 再来 去年它的EPS大概在4.2元左右 今年保守估计大概有5.5元 这是比较保守 在我还特别 在最近这几天帮投资中 问了致命一件事情 说这档股票法人界 大家都估5.5元 但是你去了公司内 你去参访过这家公司的公司 那公司老板怎么告诉你 他说公司老板说 如果第二季的盈域市场的景气 只要不要太离谱的情况是这样 甚至搞不好 EPS不是只有5.5元 甚至搞不好 自己公司派老板是说 我们今年搞不好 只要景气不要太离谱 也许有机会赚到六大八元 那股价在经过这个震荡整理 你会发觉 如果就一个技术面来操作过程当 第一个它是走多头的股票 那我记得在最近你跟头说讲 大盘指数在做整理没有关系 重点是在选股 选股不审视 你要选的是产业趋势是往上的 那事实证明目前为止 其实刚刚基本面 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这米金跟头说谈得很清楚了 四季的产业目前趋势是往上的 那如果就一个技术面来操作 现在季线是在上来在这边 目前股价在季线这边整理 那如果割头之后 你这档股票在季线上下附近这边去做承接 我们很清楚 你的风险只有在哪边 跌破季线嘛 对不对 风险有限 但是只要我这边整理完再上去的一段 有没有机会复制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 3450的联军 经过整理 你看联军的股价 K线很清楚 如果导播愿意把 3450的联军的K线放大 放大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对 够了很清楚 是跟一波也刚好几乎是回撤季线 回撤季线之后的 这一波的涨幅将近四成 到目前就涨幅将近四成 这一档股票有没有这机会 这个隐藏幅股票我们真的很想 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了 好 谢谢两位奔译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是特别点出了 目前现在整个盘面上 走的一切都是来看基本面的 那4G LTE也是相对的比较好的 感谢你收看 我们家飞 为何你